工作人員穿上防護衣 準備為街友進行快篩作業 新竹市議員李國璋和中華照顧者協會合作 前往建國公園為20名的街友提供快篩 同時也提供物資包關懷生活情況 希望能夠借著這個目的 能夠真正找到在市區 是不是還有一些防疫破口的地方 但是我們的用意也更希望 地方政府能夠重視這一個問題 如果可以的話 針對新竹市街友的問題 做出更明確快速的一個緊急安置措施 還有一些防疫的預防措施 這是我們希望做到的 當然我們在這邊 還是希望所有的朋友們 不管是街友或者是一般市民朋友 不要歧視這些街友可能會有帶來的問題 我們要去接納他們 但是我們也希望大家都能夠保護好自己 包括街友也是一樣的 中華照顧者關懷協會也表示 在新竹地區針對弱勢族群都有提供快篩的服務 藉由防疫胖卡車的機動性來服務弱勢青海民眾 我們希望盡量減少在社會上的一些弱勢的黑數 那盡量我們可以用我們這樣的快篩的結果 然後讓大家可以從事這個防疫新生活 然後希望我們這一次在建國公園是我們大概20位的街友 然後我們希望下一次可以在所謂的新竹市火車站 或是一些比較公園性的部分 我們可以再做這樣的快篩活動 然後希望減少新竹市的黑數 這次的活動市議員李國章也提供了30個快篩試劑 藉由中華照顧者關懷協會的協助 讓更多弱勢的民眾獲得應有的防疫物資 記者萬事連新竹採訪報導